我找了一家那个健身学院 我又把我自己的这个专业 就重新再去梳理了一遍 重新再去学了一遍 其实当时也有30多岁了 是吧 有 其实当时我到上海的时候 我一看 哎哟 也都30出头了 这个跟小伙子他们没法比拼嘛 我就每天最早一个去操访 我就跳 我就用身体语言来记录 因为身体是诚实的 你一个动作一直做一直做 它就会有记忆 正常的我们学这个教练 一般他要三个月才能毕业 当时我是两个月 而且是全部免考毕业 我去工作的时候 那个老板说 我们提供住宿的 我说那挺好 他说那你去宿舍看一下吧 房间里的高低铺都已经住满了 没床位了 现在就只有那个厨房有空位 但厨房反正是没人做饭 你看要不你就住厨房 后来我想行吧 住吧 然后我跟自己说 我说好好记住现在这段时光 这是人生以后到老了 可以回味的一段不凡的经历 有一次我们长洲市建美协会 打电话给我 他说那个小王啊 我们今年要组队 代表长洲市去打 那个江苏省建美锦标赛 大道锦标赛几个字 就是一个大赛事 四年一次的大赛事 我想行啊 我说得准备一下 自己去丢自己的脸无所谓 那不能给长洲老乡脸上丢脸吧 然后就准备 他也在旁边帮我张罗着 每天陪我备赛啊 那都是第一次嘛 然后还问了老运动员 怎么吃 怎么弄 那个因为经验不足 第一次我就断盐断了一个月 切片面包 上面有那么一点 那个葡萄干在上面 我都馋得跟什么一样的 走过去抠一颗葡萄干吃一下 走过来抠一颗葡萄干 往嘴里塞一下 就这都觉得特别的香 所以你想那个孩子 得饿了多久啊 对了 然后第一次比完赛 还好拿那个江苏省冠军 其实这个都出乎我们俩的意料 当时我俩想着 别拿最后一名就行了 我下台之后给他打电话 他说比得怎么样了 我说拿了个冠军 他说 爷 这就拿冠军了 我说是啊 我也试试 我也试试 我俩都很诧异嘛 你怎么会也从事这一行业 也打起了比赛 他们江苏省要组队 去打全国锦标赛 然后他就说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作为家属陪同 去感受一下 真正的一个备赛的气氛 我在备赛 他还在那边吃绿豆饼啊 什么嗑瓜子啊 就是买了一大堆零食 吃得可舒服了 然后我师傅去找了一条 红色的戴裤 就让他去打比赛了 小伙子准备一下嘛 所以从此也走上这条路了 也是认真的健身 认真的打比赛 虽然第一次被狠狠地羞辱了 我这么看起来 你这个胳膊和你老公 差不了太多的维度 我感觉视觉上 粗矿的嗓子和这个健碩的外形 给我造成很多麻烦 去上洗手间 我刚走到女厕所门口 那宝安说 男厕所在左边 我说我是女的 然后那个宝安说 结果进去还有第二道坎 那个阿姨 宝洁阿姨 还拦我 这是女厕所 你跑错了 我还把它撇开 我说我就是女的 那阿姨就将信将疑地 就让我去上 但其实就是老公是看着 一点点从纤细 变成了健壮去打比赛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是吧 就是在她手里变成这样的 所以她赖不了别人 不喜欢也得喜欢 这宝宝看见你们 两个天天健身 这样的身材 她喜欢运动吗 她喜欢 也喜欢运动 她喜欢 今天小宝贝来了吧 来了 来了 咱们把这个宝宝请上来吧 来来来 有请我们小朋友 欢迎欢迎 好 那宝宝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马博大纪年五岁来自少海 那赶紧给我们表演一下吧 好不好 宝宝 来吧 掌声欢迎 好可爱 好可爱 好可爱